二乌战场居然出现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被形容是乌军使出的魔幻战术 你仔细看 树林里仿佛一个火人 沿线走过的地方一路点火 烧出了这一条火龙阵 而同一个时间 F16进驻乌克兰以来 首度出现了F16摇尾 击落了俄罗斯的苏凯34的画面 苏凯飞行员还被迫弹射逃生 杀戮九月打到这个地方 我们更要带你看到最大的变数 居然是这个国家 也是普丁最招惹不起的铁拳 波兰 波兰管不住拳脚 会不会把北约整个卷进战端 成为俄乌最大的变数呢 进入九月已经到了乌克兰的开雪日 但是炮弹 俄乌在战争 炮弹不会分离开雪还是放暑假 在九月开雪当天 这个俄乌战场上的战火 仍不会停歇 尤其看到你这个一幕一幕的 这个烟尘事起 都是经过俄罗斯的 这个无人机以及它的巡异飞弹 至少二三十枚的这个飞弹 去攻击乌克兰 那乌克兰呢 有些妈妈带着小孩子 上一分钟听到了这个防空警报 赶快带着女儿躲起来 九月开学的第一天还在打 是 下一秒钟等这个防空警报 结束之后呢 才带着小孩赶快出门去上学 但你知道普丁 俄罗斯的这个总统 他这个时候呢 他已经跑到了蒙古首都乌兰巴托 去访问了 跑去蒙古 他要去讨救兵啊 战略上要扩大的这个经济 跟紧密的这个合作啊 是 普丁跑到这个蒙古 你不要忘记 蒙古是ICC 就是罗马公约的签约国之一 俄罗斯打了乌克兰之后呢 ICC又下令 所有一百多个这个签约国啊 你都必须碰到普丁的话 如果去你的国家 你就要逮捕他 移送到这个荷兰海牙的这个 这个法庭去 在针罪 他已经被发布国际通缉了哦 蒙古的确是你这个ICC成员国 没错 但是他只有两个邦交国 一个俄罗斯 一个中国 而且他又是长期是俄罗斯的 他怎么会理你ICC呢 所以你看普丁到了乌兰巴洛去访问 蒙古国还盛大了这个军礼欢迎 接待了这个普丁 所以你看到莫斯科怎么讲 完全不担心这个被通缉 还把普丁抓起来 这件事情你敢吗 而且他还说俄罗斯跟蒙古国 在这个普丁访问的各个层面上面 有很好的沟通啊 气得乌克兰 当然说我要惩罚这个蒙古国 但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候 讨好蒙古跟中国呢 你不要忘记我刚刚说 俄罗斯的下面是蒙古 蒙古再过来就是中国 本来这边有一个输送管道 是西伯利亚力量 虚线的这个地方 你看到没有 这个准备要接通 从经过蒙古 接到中国 源源不绝的天然气 就可以卖到中国去了 这边叫做西伯利亚力量2号 是仅次于西伯利亚 原来我们就简称它1号的输送管之后 想要开一个2号 接通这个到中国 经过蒙古国 那这个输送管线 全长3550公里 光是蒙古这一段呢 它就有900多公里 快1000公里在这里 那其实在中国方面的考虑之下 本来说 2023年5月 决定延后这个落实 然后当时西方媒体就猜 中国跟俄罗斯已经瞧不拢 中国可能不想挺俄罗斯 也不是这样 俄罗斯自从跟这个乌克兰开战之后呢 它书往欧洲的这个天然气管线 几乎都被炸断了 北溪1号2号 你看它也没办法再卖给欧洲 连输往日本跟韩国的也中断了 它唯一想要赚外汇 因为它一直打仗 打仗大炮一想黄金万里就很花钱 它希望中国能够帮它多买一些天然气 那中国当然有压力 它不是不买 但是一下子不想买太多 但这个时候要经过这个天然气管线 经过蒙古 当然本来不跟蒙古打招呼 现在当然要蒙古点头 而且蒙古跟它 我们一起合作 来卖给中国输往这个天然气 所以才会把这三个国家 拉到紧密的关系 打这场仗要钱 要兵 要人 普丁到处去讨救兵 但是这一下我们看到会影响俄乌战场 我刚一开场跟各位报告 最大的变数儼然浮现 而这个变数是普丁最招惹不起的 北约最硬的拳头波兰 没错 讲到北约和波兰就不能不提到 我刚刚说俄罗斯在攻击乌克兰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飞弹它会越过乌克兰的上空 波兰的上空要去攻击乌克兰 因为波兰跟乌克兰都在附近接壤的邻国 没错 六日我们说 普丁反攻杀红眼 打平民 打一般驻的商场 所有狂轰猛炸 那跟普丁什么关系 我打的是乌克兰 但你经过波兰的领空 波兰可以睁一只眼逼一只眼就算了 可是波兰的外交部长现在已经料化 你再经过我的领空去打乌克兰 我就把你这个经过我波兰领空的飞弹给打下来 这个时候北约有点紧张 因为北约不想升高 态势跟俄罗斯直接正面为敌 我在后面帮乌克兰 乌克兰去打 我们提供他武器 提供他人 提供他钱就好了 我们干嘛 整个北约撂进去 波兰不看 你这样惹我 你以为是这个好惹的 所以俄罗斯惹到了这个波兰 波兰就说 我把它拦截之外 我可以把这个层级拉高 因为他说 这是我国内的宪法义务 你经过我领空就侵犯到我 这个高于北约的位阶 我当然可以拦你俄罗斯的飞弹 所以我们当讲到了波兰这个国家 它是北约里面最硬的拳头 惹到他 为什么普丁会吃不完 兜着走呢 因为普丁可能看到说 二战的时候 希特勒打他很好欺负 但是这不是当年软市值了 波兰这几年增加了不少军备 这两年更是夸张 他已经开始跟美国签署了 有一口气要买全球 仅次于美国最多的96架 将近百架的ABAG-A64 攻击直升机 我们台湾也有 但数量没有那么多 大概只有他的三分之一 到二分之一左右 没想到他成为全球 除了美国之外的第二大使用国 而且不是只买攻击直升机 还一口气买了将近2000枚的 这个地狱火飞弹 460枚的AGM腰拐沟的 这个联合攻对地飞弹 这些都是波兰好像把这个军备 好像不用花钱 是像吃了大补丸 而且他之前跟韩国买了一堆军备 韩国 美国 还有欧洲其他国家 波兰的军事的装备 大大的提升 所以才会说 他已经不是当年的无下阿蒙 你俄罗斯敢惹他试试看 不只这样 波兰最强的这个战力 已经到达他们国家了 这个就是F35A F35A他未来陆陆续续 要接装30架 波兰甚至形容这个F35A 是他们新的部队 胜利军 你看看这个画面太震撼了 这个在哪里啊 这一架是要给波兰的吗 这架要给波兰 在美国阿肯舍州 那玩了之后呢 他要送到波兰去 波兰把这个非常期待 他们形容为是他们的羽骑兵 或者叫义骑兵 羽骑兵是羽毛的羽 羽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当年18、19世纪 波兰他们在这个国家兴起的时候 他们有一种特种部队 特种部队他们身上 就会叠一根羽毛 象征是波兰最厉害的军事力量 他们的辛睿王牌 那现在F35A如果结装成功帮助波兰 波兰已经本来有很多F16了 F16他们又提供给乌克兰 那现在加账的F35 我跟你讲 这样的军力可能令很多 包括我们台湾在内 看到的这些装备都会流口水啊 好我们看到的是F35A 他能干嘛 记得 他可以连结的就是战术核武 原来波兰在想的是这一步 他很敢买很敢打 他也不怕打 他就跟美国等天看 如果你需要一个部署 战术核武的最前沿 就来我波兰啊 核武的确是俄罗斯 比较害怕的禁忌 也很讨厌的红线 但波兰也不怕 我就跨出去 他不怕有火上升耶 他认为说 美国会答应他 F35 他是一架 一架逆中引擎的战机 尤其波兰跟美国之间 已经对于这个核武之间 共享了这个讨论 一段时间了 那现在波兰也告诉美国 我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的这个战术 你就给我吧 也就是说新的这个核弹 B61啊 他可以在这个空射型的 放在了这个B61-13的 这个空载式的核弹 装在了F35上面 每一枚的核弹 核弹的这个当量 大概在0.3吨到34万吨之间 你看威力有多大 由F35攜带 发射出去的话 威力大概是 当年二战要结束前几天的 广岛原爆的 那个原子弹爆炸威力 24倍 24倍 所以如果再加上我跟大家讲 B61他有专地的功能 他是碉堡克星 那普丁不是之前传出来 莫斯科被这个 俄罗斯被 那个乌克兰打进去之后 他躲到了碉堡吗 那碉堡就是专门 对付金正恩跟普丁 你们这些人 躲到这个底下的这个基地去 他有专地弹 又再加上有核武 当然会 赫罗斯除了认为 踩到阿虹线 也要让你俄罗斯怕啊 好我们今天晚上 那接下来 镜票给大家看看 俄乌战场 我觉得今天晚上 最惊悚的两段画面 F16不是普丁最大的噩梦 不是送了一批进乌克兰吗 居然立马立下战功了 这显然感觉好像电影 湯姆克尔斯在开这个战斗机一样 F16一直紧咬着苏凯善士 结果苏凯善士不断的这个 发射了这个 他的 他的其他的这个 弹药去干扰他 干扰弹 结果F16不受影响 一直紧咬着 追尾着 这个苏凯善士 你继续冲 那往上飞的时候呢 当然 他使出了这样一个 高技术的这个动作 两边的飞行员 都资格使尽全力 这个时候 F16还是发射了飞弹 去击中了苏凯善士 你怎么可能甩得过F16 他是狗斗之王 所以这个空战传来的 这个捷报 就算得上是 乌克兰的F16 第一起的空战 空优的胜利了 对 其实F16 到了乌克兰手上之后呢 已经在乌克兰 发挥了很大的空优 已经击弱了这个 苏凯系列这个战斗机 还有他们的这个直升机 好几架了 那这个画面很难得 可以看到好像电影当中的精彩 画面一样 不只这样 其实乌克兰在面对这个 俄罗斯的时候 他甚至会想要出动 他们的大杀器 大杀器 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看到 第二段我觉得 哇 跟电影拍出来的画面一样 来 导播给我们看看 这段画面 你看看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树林的现场 像是一个火人 践踏树林 走过的地方 大火狂烧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就像一个火炬人一样 从树林的另外一端 一直往树林的里面的 这个中间这样走过去 这个是铝热剂 铝热剂是什么东西 就有点像是白鳞蛋的集大层 那铝热剂其实 撒下去的话 高温可以到2500到3000度 它所到之处 几乎都以为平地 错谷扬灰 对 没错 都会烧得殆尽 那乌克兰为什么要出动这个大杀器呢 他们又靠着无人机 沿着这个森林的林线 去撒这个铝热剂 那铝热剂只要滴一滴 在这个装甲车坦克的这个引擎盖上面 滴一滴呢 他就会让整个装甲车整辆坦克陷入火海当中 熊熊大火燃烧到剩下一个骨架 更何况他如果放到林线 林线只要躲任何一个俄罗斯的士兵在里面 你那细两三千度撒下去啊 你看连骨灰都找不到啊 所以导播给我们看到这段画面 就像是你形容那个火炬人 他走过的地方 挫骨扬灰寸草不生 我立刻想到了 像乌冬情话不是告急吗 俄罗斯普丁不是要从乌冬找破口 全力反击 你来踩我我也去踹你吗 这个就是可以非常有效用火炬人 阻挡普丁的俄罗斯大军 入侵的最佳利器 看起来也很可怕 所以当乌克兰不断的从北约和美国 拿到了这些武器装备之后呢 包括这些弹药 他对俄罗斯的部队就痛下杀手 希望能够让俄罗斯来着一波又一波的震责 让俄罗斯的部队知道你知道最好 你最好夹着尾巴赶快跑 如果再踏进乌克兰 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二无战争打到现在 普丁来到命运的十字路口 他迎来转机了吗 转机的关键 会是他吗 摩改之王伊朗 伊朗把军武库里早年从美国接收而来的M60的老康康的坦克 给他一路摩改 摩改成更耐打的装甲禁驴 通通要支援俄罗斯 另外他也给出了无人机跟弹道飞弹陆续上路 伊朗助权能扭转普丁在战场上一路挨打的局面吗 对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俄乌战争打到这个样子 你看到俄罗斯节节败退 可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好朋友站出来了 以前大家都说伊朗就是俄罗斯的小老弟 可是当俄罗斯在打仗 他的军备量不够的时候 伊朗把他的军工武器给丢出来 丢出来之后可以看到这一台 这一台叫什么 叫M10 外形像什么 你仔细看 他的尾翼 然后还有他的六个挂弹点 还有他作战半径可以到2000公里 当量可以到300公斤的弹药 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对标什么 对标MQ9 MQ9死神无人机 就是当初把苏兰曼尼给干掉那一个 而且伊朗告诉大家说 我不是量产而已 我是大批生产 这些东西生产出来又来干嘛 我除了我对付以色列有需要的时候 你有需要 大哥你俄罗斯有需要 我大批的把你送出去 送出去之后 就有办法把这个无人机 那俄罗斯来讲 你一直被乌克兰无人机打 我至少弄一个伊朗版的MQ9给你用 那除了无人机之外呢 还有弹道飞弹 弹道飞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它很难捉摸 弹道飞弹它的模式是 你把它打出去 打到哪里 大气层以外 上去之后再下来 你知道吗 下来的那个重力加速度 它一秒之内可以有超过一到两公里 一秒 会有一到两公里的横移 所以呢你是抓不到的 几个马赫夯下来 你根本也拦不住啊 你根本也拦不住 好俄罗斯来讲 他现在做出的这弹药的量不够 但是呢 伊朗可以提供什么弹道飞弹 那你不要说你这个几百枚 可是呢你只能打到哪里 射程只有120公里 可是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120公里 对俄罗斯来讲够用 你把它拿去哪里 库斯克 你把它拿到第一线的战场上面 你有需要我就弄出去 而且呢它的弹头 可以占150公斤的一个飞弹 这两个东西加出去之后呢 其实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虽然可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 把这俄乌战争的这个气势给扭转 但至少我就有底气了嘛 你要无人机 我有无人机 你要弹道飞弹 我有弹道飞弹 所以在现在 俄罗斯被冲出破口的库斯克 会不会见到这两样由它的小老弟 伊朗 源源不绝的武器 我们要等着看 如果有的话 我觉得后面这一场 俄乌战场 没完没了 我除了会逆向工程做出了 我伊朗版的死神 我还会魔改 哇这个魔改工艺 简直是超凡入胜 我觉得伊朗真的是学坏了 伊朗过去来讲 一直说我们要怎么样 走出这些军工业 他先告诉大家一个东西 打开来看 叫萨尔曼402 402大家想说萨尔曼 好这个名字是很厉害 是不是很厉害 好仔细一看 这个东西就是之前的 美系武器M60A1嘛 这个就是你之前 跟美国好的时候 美国卖给你很多的M60 然后呢你把它改了之后呢 就变萨尔曼402 好重点来了 他怎么改 他把过去这个旁边的 就是原本的M60的A1坦克原型 可是呢你看哦 他就像是变形金刚一样 在旁边加了炮塔其他的地方 扩散出去 然后呢在旁边 再把这一个防弹板的装甲 给加上去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你会觉得说 M60A1以前是老Coco的 二战时候的坦克的一个新改变 但是呢当你把旁边的炮塔 给加宽加长之后 当你把这个防炸弹的 这个甲板给加上去之后呢 我就不一样了 重点是因为当初 美国卖的他们很多 所以呢你轻轻轻轻轻 之后呢他至少第一批 就可以拿出多少 150辆 150辆 就可以装配 装配出很多铝 所以呢这个东西 对他们来讲的话 其实是非常实战 又好用 又便宜 魔改 结果老Coco坦克清水变鸡汤 接下来看到这个画面 真的下巴要掉下来 他居然可以魔改出航空母舰 对过去来讲 你看航空母舰 你的这个军工记忆要非常非常非常的深啊 所以呢其实对岸来讲的话 他也没办法 他也是跟乌克来去买母体 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地方拿出来 大家一看 哇这真的是航空母舰 虽然他的吃水不大 可是你看哦 该有甲板 他有甲板 该有弹射台 他有弹射台 可是你仔细看他前面的舵 这个感觉上 不像军舰 像货轮啊 他拿什么来改 他直接拿货轮 而且呢 他是拿这个什么 货柜轮直接来改 然后呢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其实他们真的是有这个天分 你看哦 你货柜轮去改之后呢 你把这个跳板给做出来 你把它焊好之后呢 你没有办法让军机来起降 因为你的长度不够 可是这年头 大家拼的已经不是战斗机了 大家拼的什么 无人机 乌克兰就是无人机的战争吗 对 你看哦 无人机一般来讲的话 你必须要有个长跑道 可是呢 当你用这个货轮把它改成航空母舰 再把这个甲板往上翘 有个弧度之后呢 它就可以让无人机拉杆齐深 所以呢你这样子出去之后呢 对战斗机来讲不够长的跑道 对无人机刚刚好 可是大家没有想到说 你这样子也可以这样子 因为一般来讲 你这个货轮没有人这样做 可是呢 做出来之后呢 目前看影片效果还不错 这样没完没了了 如果这一艘开向了鸿海的话 对 那鸿海不就真的是 杀戮之海真的变鸿海了 对鸿海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你那个地方有胡塞组织 三天两头就给你丢个这个尖射武器 三天两头就丢个火箭 你就不要走就好了 可是各位观众朋友 鸿海就是不能不走啊 你不走鸿海 费量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昂贵 所以呢 大家知道有胡塞组织 有在这个地方在闹市 大家还是可以走 可是这两天的新闻来讲 在夜门北部 他们又去袭击了这个货轮 其中有一个还是运送石油的 大家就知道嘛 石油是现在的经济来讲非常重要的 你三不五十就炸一个 三不五十就炸一个 那你鸿海来讲的话 大家又不得不走 可是你走了提心吊胆的情况之下的话 其实到目前为止 你这个鸿海危机 从8月21号开始到现在来讲 几乎停不下来 那我问你 所有的伊朗联盟 你看这个 燕门的胡塞组织 还有我们讲的哈马斯 对 还有伊朗本人 我们不是讲 你们不是要报复以色列吗 对 你们不是要报复美国吗 你们不是要大干一场吗 你怎么现在似乎腾出手来 豪整以霞 到底中东起了什么微妙的变化吗 因为其实 以哈善真来讲的话 真的是打了太久了 那个时候呢 他们趁了这个节日 然后把250多个人给抓走之后呢 一开始大家想到一件事情 这些人质 是不是已经走掉了 如果这人质 真的是存活不下来的话 那我们当然要大力来报复 可是哈马斯现在来说的话 他们带着人质 在地道里面 开始逃窜 最近来讲的话 又找到了六个遗体 这六个遗体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们被哈马斯带着 在地道逃的时候呢 当这个以色列大军押到的时候 他才把他近距离的枪杀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很多人质是活的 当你没办法的时候呢 我才把你杀掉 那你想想看 俊强哥 对这些人质的家属来讲说 原本 人都走了 我就算了 那就是强力的报复 可是当你知道说 哇 三分之一可能已经往生了 可是呢 还有三分之二 而且呢 是走到最后 才被枪杀 但是我们有没有机会 情何以堪 我怎么机会 早一点去救他们出来 没错 别人我不管 至少我们家的人 我可不可以想办法 去把它给救回来 两岸交流露出曙光了吗 观众朋友 睽違两年 在要过中秋啊 中秋的元旦 中秋的柚子 又能迈进中国市场了 另外一方面 我们要告诉大家 这个好消息 今夏小三通 九月开始就现在哦 大幅增搬 百分之二十五 四分之一的船搬 给你多出来 准备迎接福建来的旅行团 开始交流了 等不就等这一天吗 为什么旅游业者脸上无光 他们反而笑不出来呢 好 俊江哥 抱歉的观众朋友 来了 来了 陆克即将要来了 是 两岸不通怎么办呢 民间自己通 以下边有讲对不对 马特拉不拉 我们自己拉 两岸官方不通 民间自己通 观众朋友 昨天9月2号的时候呢 国台湾突然宣布说 两岸一家亲啊 好商量嘛 两年多 俊江哥 现在是离中秋节 还要两个礼拜 9月17就是给你中秋节 你买了文旦柚子了吗 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那我们台湾的幼稚业者 以前搬去大陆啊 两年了 没有办法卖对不对 两年的 结果现在突然宣布说 可以了 观众朋友 这对于有种文旦柚的果农来讲 是个大消息 我是没种 我都能想象到 那个幼农怎么想 那为什么 因为往年这两年 你记得了吗 很多柚子卖不出去的时候 甚至就堆在那边 就要去化了 你就派给了一片肥料了 或是丢在哪里了 那现在如果有一个新的通路 而且大陆市场大的时候 大家看到生机 那其实基本上呢 靳强哥 这个是之前傅昆琪去大陆争取的 是吗 对 因为傅昆琪这两天 家里没有事情 他都没有再跟大家 再讲什么话没有出来 对不对 那他去争取为什么 因为花莲先行 可是也不止花莲 观众朋友跟大家讲 这一次国台办呢 他是主要呢 针对于注册的这些 就是果园 他不是说花莲可以 台南不行 因为台南没讲执政 他花莲就 因为这过去试过了嘛 这种做法 其实做在了 对于 隆弱人心也好 或是 这个缓和量也好 没有太大的效果 他说好 那我们就认证果园 果园不错的 我们就买啊 管理是哪个县市 所以呢现在开始 9月2号就是昨天 今天已经9月3号了 是 所有台湾要卖文旦柚的 其他的柑橘类 所以还有很多还没 就先开文旦柚 而且9月17 你算一下两个礼拜以后 我本来是想 两个礼拜以后 就中秋节了 那现在突然喊开放 有个国园说 我都卖完了 对不对 而且可能要消架 但是刚刚俊阳哥也提醒我说 他的那个产期 不会只有一天 不会 他有一段时间 那现在还没收 即将要收的 就可以卖去中国大陆 所以认证果园 你去申请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傅昆奇去 这个上次去大陆的时候 去谈到的 所以观众朋友 两岸准备 官方不通 明年开始通 先从水果开始通 文旦又 终于又可以 迈去中国大陆了 好啦 文旦以外 开始通 那我比较care的还是 人 观光客人 人都要通 人在哪里 人就是在那边 那现在目前看起来 我先跟大家讲 新上任的交往部长 是陈世凯 陈世凯 他算出了一个数据 其实之前李某妍也有讲过 来 我跟俊阳哥 还有报信的观众朋友讲 这个今年 台湾到中国大陆 我们没有很多人去旅游 还是很多 其实我说也蛮想去 也是怕去 怎么样 中山少林寺 看故宫 看长城 我都想去 所以台湾的游客 今年到台湾游客去 大陆已经有158万人 不少 经商 或干嘛 100多万 可是大陆来台湾 等一下 大陆不是没有团友 也不能自由行吗 对啊 可是他还有特殊旅游 他可能 特殊的旅游 不是旅游 特殊旅游 商务的 或者是这个 来就学的 22万人 所以看一下 我们去大陆 158 大陆来台湾20万 可是问题是 对等一个 对对等而已 大陆的人口是 就像个台湾60倍 何止对待 对嘛 所以呢 这个陈释凯说 希望能够开放 路可来 那旅行公文就讲说 早就先来啊 对 我们这边的禁团令要解除啊 可是我们在等对方解除嘛 好 那等了半天 真的跟大家开始了 因为 小三通要争取先行观光署在讲 而中国大陆 上次 我这个讲是傅根旗对不对 就傅根旗 再讲另外一个人 陈玉珍 陈玉珍不是也跑去 这个北京国家办 见了宋涛吗 他回来他就跟大家讲 他上午跟我讲说 我要跟你讲 10月1号以前 为什么11号 因为11是中国大陆的长假 他会有大量的旅游 几亿人在移动 没有错 所以他想说 我们可以先到金门去完 可不可以 他说对方已经答应了 来看一下 这在8月30号的时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旅游部 已经讲了没有 大陆将于近期恢复 福建到金门 好 不是走道马祖 所以福建到金门 它不是全中国大陆 可是金门就会开始出现陆客了 是 就会透过这个小三通 就会透过这个福建的游客来 好 那观众朋友拉回来 这要回去问陈世凯了 因为先前是李孟燕当部长的时候 他也是接受访问 他讲 我们只要大陆 第一个自由行开放来台湾 那我问你金门 算不算中华民国台湾 台风金门 当然 好 那现在如果一旦大陆的游客 能够到金门的时候 我们的赴大陆的禁团令 是不是就应该解除 所以我们也开放自由行 照理讲就应该解除 当这个一开放以后 他说近期 当然他宣布哪一天以后 我们照理讲也可以 所以自由行或团阁来就可以的话 我们这边就开放 所以旅游艺者等了那么久的事情 从柚子跟金门 小三通 还有福建的游客即将到金门 这三件事情把一次打开 我们的团游就能开放去中国大陆了 那么从小三通 现在目前看起来客运的航线 也已经开始增加了 代表说需求量大 那金门有很多东西想要卖给中国大陆游客 他不只是在台湾买风鲤 到金门去他买什么 高粱酒 大陆有茅台 金门有高粱 金门菜刀 这些东西都可以增加金门的收入 所以其实有算过金门的每一年的 他的这个整个就是预算 大概一百多亿台币 可是光是游客能带来的 他的产值大概就有六十几亿一半 所以金门人非常希望大陆的光客能到金门 看来这个美梦快要成真了 陆客火水 望穿秋水 国旅要安装 国旅任务工准备好了吗 很艰难啊 去年国旅的旅次 两亿次创下了历史新高 可是呢 旅塑叶笑不出来 因为里面高达七成 都是当天来回一日游 你为什么不过夜 我就赚不到饭店钱了呀 郊西 温泉 饭店 三点入住合理吧 却因为缺工等等等 等不到房间交出来 等到了五点才进房 谁愿意花钱买汽售呢 而五月天不是要去花莲开唱吗 结果你给人家轰抬房价 至少两成起跳 这样可以吗 火星人 高雄开唱 民宿一涨给人家涨四成 到底谁在跟国旅过不去 国旅不要泄气 但是国旅也的确要该家加油了 你刚刚提到说 国旅到了两亿人次 如果你看到现在这几年 平均每一年大家都一亿五 一亿六人次了 你就会看到说 出国的旅游也不遑多了 甚至每个人 他的每次的这个金额 大概是六万多块新台币 可是你看到 百分之七十的国人 如果去国旅选择 都是一天当天来回一日游 然后为了支出旅游旅市 每人每次就是不超过2400块 2396块 所以当然看在国旅业者 心里面会很不是滋味 就我们怎么这样 那也很心酸 但是有民众就上网抱怨 他说他为什么会选择当天来回 你光是看看人家家庭旅游出去玩的话 一家人还有包括亲戚好友 可能九个人到宜蘭的郊西 一个知名的连锁饭店 他去住宿 结果六大三小 九个人订了三间房 我们一般都知道 饭店的退房时间是 隔天早上11点 入住的时间是 就是当天的下午三点就可以入住了 对不对 Check in的时候 饭店跟他说 不好意思四点到了 还不行给你 又说五点到了才可以给他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跟这个旅客讲说 不然我们先整理一间房 给你们九个人先挤一挤好不好 你听在这个房客的耳朵里面 会不会心里很不失智慧 我花了三万块甚至万把多块 然后你现在只整理一间房给我 退房的时候 就要我11点超过了 还不退房就要拔钱什么 那当然 心情很差 所以他们就说 那难怪国旅大家不会支持 那最后五点以后 才可以进这三间房 所以他才会抱怨 国旅难怪没有人想去 当天来围都督好而已 而且还有民众讲说 一整天出游花费 如果饮食加上去游乐园的这个门票的话 花两千块钱 而且这还是择命 折扣以后的价格 就在上网感叹说 穷鬼啊 就不要想再住宿下去了 你一住宿家就不止两千块 睡一个晚上五千五百块就消失了 那当然 我刚刚讲了这么多 你看看 甚至我们在开 我们有时候出去玩 一天 就算是一天来回 你也会停车 停车 光是你看在台南某个地方 停车当天上限 你有没有看到 上限两千四百块 他当日最高收费有一个小时一百五 平均的话一个小时一百 那当日上限最高是两千四百 就是二十四小时 隔天再另计 可能你再停到隔天就四千八 那所以难怪有民众说 是不是上 停个车四千八 我都可以住五星级了 还有我干脆路边停车好了 路边停车被检举 会被拖掉 太可怕了 拖掉或被开罚 可能还有赚 还滑得来 所以人家讲说 当然业者也有关系 他一直抹你 你停到那么贵的地方 自己要想办法 比如说最近最夯的这个墾丁 为什么上个礼拜肯管处 跟这个当地的县市政府联手 当地县政府去出手 要管处业者 因为我们去了墾丁南湾跟小湾 那你的羊伞就乱 不是清干净了吗 180个羊伞清掉了 一个礼拜之后又恢复了 又恢复了 当天开了九张拔单 一张一千块 开了九千块 业者会怕吗 然后配合两三天演出之后 没有人在盯了之后 一个礼拜之后 有民众说我再去看 羊伞又插起来 这个折叠椅又摆出来了 又一样出现了羊伞症 可是我们要去国旅 当然希望说住宿 能够好一点的品质 起码价格也不要太贵 五月天其实很八星 他就想到最近这一段时间 国旅的议题很夯 他也想要帮助从震灾以来 就不断的流失很多客群的花莲 所以五月天宣布说去 11月要到花莲去开唱 办两场公益演唱会 那吸引了很多舞迷 大家都想说 我去跟随这个五月天到花莲去 那结果后来 连花莲当地的这个旅馆商业 同业工会的理事长 都跳出来呼吁 有接到民众投诉 发现花莲当地的这个旅馆 旅宿业者 竟然悄悄地涨价 轰抬房价 那这个理事长就说 他发现说我们当地的这个旅馆 大概还有一层五到两层 也就是百分十五到百分十五 这二十的这个还有空房 可是这些空房 业者竟然会联合说 我们把它这个价格烘台 会让很多的这个观光的 想要去花莲 帮助观光的这些民众 听得心碎啊 我们去帮你 也跟着五月天过去 都是好意一番 可是你这个时候 烘台价格 会让我们觉得心里被 被你们业者糟蹋了 所以逼得工会理事长 你赶快出面喊话说 不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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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把我们的形象都拖垮 抢救国旅要细水长流 你不能杀鸡取卵 是啊 高雄也是这样 就被高雄市政府查出来的 查了这个两家业者 超出了房价百分之四十 因为高雄这几年 他的演唱会经济的确很夯 所以吸引了很多这个 国外的西洋天团 陆陆续续来高雄开唱 每逢这个高雄的演唱会周末 就有部分高雄的住宿业者 也开始去烘台价格 所以高雄市政府在七月开始 他就出动了一些 房价稽查专案 是稽查这些旅馆旅宿业者的 这个他们是不是按照正常的房价的 这个定表来做 结果没想到后来还是查照 至少有两家业者 开出了这个超出四十 这个四十%的这个房价 当然他们开出这个罚单是五万块 这只是一种警告的意味 对 我也希望说这些旅宿业者 在市政府还有你们的工会 强力出面喊话跟这个茶几之下 不要存有侥幸心态 以免让国人已经不想去国旅的心情 又被你们给糟蹋了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四月六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咱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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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世上 最后 没错 他很了解 你不得了 你们不得了 你很坦闻 我没応到 你reas 您不得了 你现在